消费者协会去年共接获了16000多宗投诉 其中美容业7年来首次取代了汽车业 成为接获投诉最多的行业 而交通业因为共享脚踏车业者Obike停业 导致投诉大增9倍 排名第三 消息也今天发文告指 当局去年接获的美容相关投诉达到1829宗 年比大幅增加了31% 其中超过四成的案件都与商家倒闭 导致消费者损失预付款项 以及激进的推销手法有关 针对汽车业投诉则显著减少23% 达到1802起 当中近半投诉仍然与汽车的瑕疵和二手车有关 另外 因为Obike停业的原因 关于交通业的投诉从前年的165起 猛增到了去年的1670起 引发了关注 消息也认为 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的兴起 带来新挑战 不过 他们在努力协商和调解后 成功解决了去年七成的投诉案 并协助消费者索回了273万元 我们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